我們是十二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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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我跟你的距離有點遠 我不想再這樣說 我直接說了 我不問你了 好了 你自己聽聽 好了 現在有這樣的東西 這裡是十六 這裡是十二 斜邊是十 就叫求表面面積 求表面面積的時候 就是每一塊面都要 好了 那我畫其中一個 我們把三個人出來看看 我們知道這裡是十二 這裡是十 但我們計三個人要一個高 所以我們把它分開 因為這個有一個Y字 即是旁邊這裡是十 這個等於三個人畫下去 就可以把這裡平均了 所以這裡再拆開 把其中一半出來 就會是這樣 這裡是十 這裡是十 這裡是六 這裡是直角 我們用筆線的東西 就可以找一個高 那就是八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計算了 表面面積 就是十二 就是這樣 四個三個人的麵 吃完 再加上它底的面積 可以嗎 有哪裏不明白 是不是太快了 不是呀 可以嗎 可以嗎 哦 長方形是沒問題的 做甚麼 那這個不應該是整個 找另一個 對呀 我看錯了 好 好 那我們找另外那個 好 另外有一個就是 這裏是十六 這裡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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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六 那所以呢 又再計算 那這次就是計算了 這次就是 十六 乘高 就是六 好 再計算二乘二 再加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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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 按下 Key 先按下 先 三百四 一日 Cm square 對 好 行不行 下 她給了些 夾放 然後問你體積 如果問你體積呢 我們 就是把 底 乘高 再乘... 呢 那但是 這裡的高 沒有那個高 那我們就要找出來 那怎麼找呢 看清楚方法 這個方法是幾 重要的 首先我們找了一條 AC的旁邊 AC的旁邊 就是用筆指定 這個旁邊是10 這個旁邊是10 之後我們看著VAC的三角 我畫出來 VAC的三角 底是10 斜邊是13 我現在只要找回這個高 就是整個追體的高 我們就是找這個 又是跟剛才一樣 把它分開一半 13 所以這裏是12 所以這裏整個高就是12cm 所以 體積的Volume 就是把底 底面積 成高 成三分一 就算到了 那深算一下就是192 不是 不是 對 行不行 知道了